大家好,我是洛小黎 这几天因为搬家的原因没有及时的更新视频 在这里跟那些催根和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说一声抱歉 这几天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搞卫生上面 因为老房子墙壁上到处都是一些蜘蛛网灰尘还有泥巴 加上生活用品也没有时间去置办 还有天工也不做美,天天都在下雨 外面下大雨了,房间里面就下小雨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方便 实在是不方便去拍一些更多的内容和好的作品出来跟大家见面 所以今天这一期视频呢,就想单纯的跟大家聊一下天 顺便回答一下最近大家问的最多和最关心的几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过这种田园生活 是真的喜欢,还是说只是为了拍视频 那么我想肯定的回答大家,我是真的喜欢这种田园生活 因为我骨子里呢,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渴望和崇尚自由的人 就算没有拍视频,我也会把这种田园生活一直延续下去 小时候呢,我家承包了一个比较大的农场 农场里面呢,有山,有水,有成片的桃林 还有这个菊园,林园,还有成片的绿草地和成群的牛羊 门口有小溪,有鱼塘,有抓不完的鱼虾,有吃不完的水果 所以农场呢,在我的心目中呢,它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它承载了我儿时的所有的美好的回忆 所以说,对于田园生活呢,我是有向往的,有情怀的 加上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就是在工作当中呢,我看不惯一些儿语我诈,儿语奉承 包括领导和一些同事呢,为了利益啊,可以去不择手段 嗯,然后违背初衷,嗯,那么我自己呢,又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一切 嗯,最好的办法呢,或许就是只有远离 还有就是呢,我不是一个喜欢太热闹的人,呃,也不喜欢逛街 呃,不像其他的一些女人一样喜欢逛街,嗯,喜欢聚会,呃,喜欢应酬 嗯,对于这些了,我都比较反感,也不是说反感吧,就是不太喜欢 嗯,相较于跟一堆女人呢,就是扎在一堆,呃,去聊一些八卦,啊,聊一些家常里短 嗯,可能呢,我更愿意去到大自然当中去走一走,去聆听一些大自然的一些声音 嗯,会觉得更舒适,然后,那个应酬的话,就是,像那种应酬的场合了,嗯,免不了你会听到一些,就是赞美啊,或是一些奉承的话 嗯,但是其实呢,可能大家心里并不是那样想的,就会觉得很假,呃,也会觉得心累 所以,对于,呃,我现在的这种生活现状,嗯,我觉得,应该是我做的比较明智的一种选择吧,就是我自己会这样觉得,哈 至于别人理不理解,或是会怎么想,呃,这都不重要,呃,自己觉得好就好 嗯,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嗯,我搬家过来的时候,有没有把之前养的那几只毛孩子给带上,呃,会不会了把他们养到老 呃,毛孩子都带过来了哈,就是上一期的视频呢,呃, 呃,最后的一个尽头了,他们也都有出镜,嗯,然后养到老的话,肯定是会养到老的 因为在我的世界观里吧,就是万物都是平等的,嗯,他们呢,呃,也是有感情,嗯,有喜乐哀乐,呃,也会怕痛,怕热,怕冷,呃, 所以,这个既然养到了,肯定就是要善待,呃,要负责到底 第三个问题就是了,我为什么,呃,会又搬家,呃,之前那个地方挺好的 嗯,其实呢,没有别的原因哈,主要就是因为父母年纪大了嘛,然后这个地方呢,离家里面也挺近的,方便回家看望父母 嗯,可能我们大家往往都会说一句话哈,那就是来日方长,但其实往往我们也忽略了这个世界了,本无常 不管是这个亲人也罢,朋友也罢,我们永远都无法知晓,呃,这个意外和明天呢,哪一个会先来临 嗯,加上这几年预期呢,反反复复,呃,这种感触了,就会变得更加的深刻和明显 呃,还有就是这个房子呢,可以长期的租住嘛,然后可以给到毛孩子们呢,一个稳定的田园小家,呃,再也不用跟着我了,就是来回的奔波 嗯,最后我希望了,呃,大家每一年,不管赚多赚少,或是做了多少事情,那都不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是,呃,在每一年下来之后了,还都能有一个,呃,健康的身体,呃,和一个快乐的心情,嗯,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那么这一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